而现在高宏安疑似是因为 有诈领这个助理费 吹哨者的简举函 更提到说永龄基金会的金流 永龄基金会中呢 有一个叫做健康基金会 那主管机关就是卫福部 我们先来看到是11月9号这天 高宏安呢因为被蓝绿夹杀 身心俱疲送医来住院了 也打了点滴 但是下午呢 他手臂留了针头 点滴还没打完 就赶着要去密会新竹县长杨文科 好这个画面大家都有捕捉到 那么刚刚有说啊 这个健康基金会 他的主管机关其实是卫福部 卫福部次长石从良对于说 主管的基金会都会要求定期 必须要上缴财报啦 并且有设外部的会计师 要查账的机制 还有呢如果有其他的步法 他们也会呢要来启动调查 这是他们今天做出的最新回应 那么现在呢已经要选举了 可是高宏安却深陷风波 而且是跟诈领助理费有关的争议 网红四叉猫刘宇就有再报 说这个高宏安的办公室前助理的一个对话的 Line截图 我们来看到说包括这个截图呢 上面就有说如果助理请试假啦 或请病假啦 就会被要求当天请假的薪资要回捐 到一个小金库里面 那比如说你的这个饮料杯没有洗啦 垃圾忘了丢啦 你可能也要罚10块钱到50块钱不等 那么现在也被说了 其实这件事情 真的是有点匪夷所思 那么包括呢小金库上角的明细 我们这边也有曝光给大家看呢 我们也有这个框红框红圈给圈起来 有一些什么手续费等等啦 那么接下来还要来看到的是 高宏安被爆料 说用公费聘用的是男朋友李中庭 担任立院的助理引发争议 那么担任期间呢 他同时也身兼的是鸿海永灵基金会的这个议员 那么月龄50万 那么现在呢风波持续的扩大 就像郭台铭呢 他未来也要出席的是台大阿姨中心的典礼 但是可想而知 当天大家一定也会关注这项议题 那么律师也说 如果这件事情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可能郭台铭都会违法 近期的民调指出 在新竹市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 柯建民的好感度是敬培莫作 他的争议相当多 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柯建民现在自以为是法官 不断的在媒体上或者是脸书社群上叫嚣 但是不管他如何的攻击 违法与否并不是柯建民说的算 请柯建民总招不要明目张胆的指挥检调 指挥司法办案 透过媒体意图施压 以柯建民为首的绿营势力 在新竹市已经掌权多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民众真正在乎的需要改善的问题 却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重视 高峰安的参选其实就是要提供新竹市民 一个改变的选择 这一次的选举是台湾人民 也是新竹市民最有机会 可以去下架掉这些不好的势力的机会 也不难想象为什么这一次 柯建民选举的题间 宛如是第七位的新竹市长候选人一样 如此卖命的演出 高峰安大概是台湾嫌弃死伤 从民国三十九年到现在 第一特例 那种高峰安现象 他那个错误 他都是别人错 都是国家机器 闷着眼睛讲瞎话 你现在唯一的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引咎辞职退出选举 因为台湾对台湾社会 对台湾的民族做最后一个赎罪 你那小金库就是在做起情用的 你说没有一毛钱放在你口袋 根本睁眼说瞎话 高峰安现在深陷助理风波 那么因为身体不舒服 住院掉点滴 没有想到点滴还没掉完 那么就在宣明志的陪同之下 直接跑到新竹县长 这个杨文科的办公室 对此呢 现在就有人在分析了 他是前清明党的文宣部 副主任吴坤玉 他表示说 现在高峰的背后 可能有一些企业家啦 大老板们啦 还有科技大佬出手相救 但是现在这个黄光琴 却质疑说 但很奇怪啊 他男朋友不是在 永龄基金会兼职吗 年龄六百万 那为什么现在郭台铭 到此时此刻都还没有发声呢 为何不声援 到底原因为何 我们一起来看看 先从最后的事情来讲 那个场面摆出来 就是后台大老板出手了 后台大老板 就是科技大佬们 在新竹有影响力的科技大佬们 不论你说他是郭台铭也好 薛明志也好 出手来救过红安了 就讲白了 至少出面的叫做薛明志 薛明志本来就支持了 他本来就有先生过了 对不对 那薛明志跟郭董也是好朋友嘛 但是郭董有没有弄这样子 就洗一遍 你没有办法确定嘛 对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 薛明志出手了嘛 对 然后去救过红安嘛 郭董就不想要跟这个事情太扯 太直接的关系 因为很多事情不小心会烧到他身上 就不要嘛 然后所以他尤其处理这种麻烦事的时候 有时候郭董以后他的政治考量 上映昨天都有大家看到这种情况 就他这个点滴的针头都还没有拔 就直接冲去杨文科的办公室 那么现在被质疑说到底有没有可能会蓝白盒呢 计刑员李博弈就指出说 其实在竹科里面有很多这种企业家大老板 他们没有所谓的蓝绿问题啦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事件是一个水很深的东西 代表各政党说不定都不想去碰这个问题 民进党自己也不想碰了 对他也收了 你说这个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你说柯总招会放过他 你说民进党那些立委会放过他 但是自从国民党没有去提稿 然后开完记者会之后 民进党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开过记者会去提稿 一句话都没有讲 这个我觉得才是真的最大的问题 高华安既然你碰到这问题 你必须要讲清楚说明白 而不是你说好像带个这个针头啦 掉点滴掉到一半就去见这个杨文科 杨文科就跑来见我们的杨文科 我认为杨文科现场会 跟杨文科现场会见面 主要是给薛明志董事长的一个礼貌性 大家都知道在竹科那边 实际上没有这么多的蓝绿 在竹科里面当家的很多都是 这些高科技产业 因为他才是那边的主力 所以说会有这种见面我觉得很正常 也不需要去过多讲什么要蓝白盒 还是什么要换来换去 没有这种事情 但是最后一句话 依法办理公事公办 选举你不要怕厨房热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埋回家自己来使用 这种水神不伤人体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